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一学期就是两个单元 第一个是深论型文章 第二个是小论文 简单 我等一下深论型文章我会深入去讲解 那小论文的部分简单来说 它就是一篇节字型文章 但是每一个点 就是你每提供一笔资讯都要有依据 不能说这个我知道 我根据我的理解去写 你一定要引经据点 所以我们在上小论文那个单元的时候 重点就会变成如何去引用资料 如何找到资料并且去引用它 那我们先看进度后 上半学期我们上深论型文章 第一周今天 我给你们介绍这门课 以及深论型文章长成什么样子 然后你们回去就可以开始写 因为只有两个单元 所以我们这学期每个单元可以上两篇范例文 所以下周我们每一个单元挑两篇范例文 第一篇是写给一般读者 第二篇是学术论文 所以让你们可以感受到就是学术文章的差别 学术论文通常就是比较严谨的 所以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理想目标去迈进 所以不用跟学术论文那么的就是严谨 但是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所以第二周 我们上这篇文章是写给一般读者 人文学在危机时刻应该做什么事 然后第三周 就是你们同才互评的时候 跟上学期一样 我们第一轮就是交换意见 是从你们就是同学之间彼此交换意见 我知道这学期好像有些就是同学 没有来修我上学期的作文课 所以我到时候会再特别说明一次 这个同才互评如何进行 这个不算分数 这个单纯只是征询你的就是同学的意见 所以我等一下应该帮你们分组 我们下礼拜再分组好了 第四周你们要把草稿交给我 那那周我们就来上一篇学术论文叫做 Is peer review a good idea? 就是同才互评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想法 那这个同才互评讲的不是我们课堂上就是说你交给我 我交给你 我们彼此读一读 那讲的是正式学术论文 刊登之前必须要匿名审查 那个匿名审查的过程 英文也叫做peer review 所以这篇论文就是在探讨说当下的匿名审查 制度究竟是不是一个好的制度 右边当那一周你们要把那个生论情文章 草稿交给我 我比较想要收到纸本的 纸本的作文 所以如果你那一周纸本作文还没准备好的话 会有一些补交机制 但是时间上就是可能比较 对你们比较不方便 竟然还是当周交纸本比较好 下一周我就会把你们草稿改完 然后所以那一周就是 我会请你们一个一个 或是你们一个一个上来 然后我们就是个别针对你们的文章去讨论 在下一周愚人节放假 应该不是因为愚人节啦 但是刚好就是4月1号 放假期间你们也可以根据 我们一对一个别讨论 去继续修改你的生论性文章 在下一周就要把二稿交给我 我也希望是纸本 那交给我那周呢 我们来进行模拟考 因为我们第九周的期中考是统一考试 所以我就先理定几个题目 让你们写一写练手感 这考试我应该 我不会有时间帮你改啦 所以单纯真的就是练手感 然后你可以自己衡量说 你写起来感觉怎么样 那个考试策略可以怎么调整 第八周 是我们第二次 我们有我们有那个 只有两个单元所以时间更多 我们可以有第二次的个人会谈 那这个会谈之后呢 你们就是从那次下课之后 你们随时想要教定稿 让我评分 随时都可以教 那定稿就可以直接上传目斗 就不用交纸本给我 因为定稿的文章我不会改 我只会给分数 第九周同意考试 第十周开始我们上小论文 所以那周介绍小论文长什么样子 引用格式如何引用 然后要注意什么东西 第十一周 毕竟小论文就是解字型文章嘛 所以第十一周 我选了一篇写给一般读者的解字型文章 而且它每一个点都有引用资料 让你们知道 让你们看到说就是 他这篇文章 Why Britney Spears Fans are convinced she's being held captive 你们知道小田田布莱尼 之前的那个法律纠纷事情吗 就是他当初最红的时候 就是什么被八卦记者 就是那个一直骚倒啊 然后就是大家就觉得说 他什么行为不间谍啊 然后就是压力大崩溃啊干嘛 所以后来他就变成 法律上的限制行为能力人 然后由他的父亲来掌管 他所有的财产跟权力 持续的好像超过十年吧 前几年他渐渐开始 就是偷偷露出一些 就是对这个安排不满意的消息 所以他的粉丝 渐渐觉得他是不是就是 即使有行为能力 但是无法就是改变 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状态 就等于是被限制被绑架 那好消息是去年 他终于就是申请改变成功了 所以他目前已经 等于是他的行为能力 已经归还他本人身上了 那还有一些跟财产分配 跟运用相关的问题 还没有了解 但至少他的人身自由 还给他自己了 所以这篇文章有一点点落伍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当作一个 就是报告一件事情 如何提供相关资料的一个范例 那模式跟上班学期一样 下一周同在互评 在下一周 这篇学术论文 是在讲死刑 一般人对死刑的认知 好像是犯罪受害者 对死刑的认知 这篇学术论文 在下一周个人会谈 在下一周放假 在下一周 你们要把二稿交给我 那我们没有同意期末考试 所以我也不知道那周要干嘛 所以我们就看一部电影吧 在下一周第二次个人会谈 然后期末考之后 我们就没有课 然后你们要在期限之前 把这两篇文章的定稿 上传到Moodle OK 所以课纲的部分 有要问了吗 好 没有的话 我们来看Moodle长什么样子 这门课程的Moodle设计 基本上就是 你所有会需要的资讯 通通都在上面 所以 第一个我的信箱在这里 那个你如果去点我的 我在Moodle上面的名字 然后他把你带到 我Moodle的个人页面 那边有一个信箱 那个信箱不能用 那个信箱是写假的 你要寄信给我的话 那请用这个信箱 我办公室位置 你如果要找我聊天 来之前 请先记信跟我讲一声 然后如果日后 万一真的要恢复远区的话 就是然后你要加入 Teams的话 那个编码就是这个 这是学校课纲 这个是我们刚刚看的课纲 如果我之后要写全班信的话 会在这边会有记录 这是一篇 我之前写了一篇 在讲英文写作的文章 会有点出就是 什么是一篇好的英文文章 长什么样子 有哪些特点 有空的话 你们有兴趣可以看 它是用英文写的 对对对 然后这个是我上网找到一篇 很有趣的网站在讲解 就是中西古今 对于抄袭看法的比较 是用中文写的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就是到底为什么抄袭这么严重 或是为什么就是抄袭 要抓 可以看这篇文章 By the way You can all understand Chinese Right? You should tell me if you can't understand Chinese OK 接下来 我们进行同才互评的前一周 我会点进这里 然后跟你详细讲解 同才互评的原则 你们自己有兴趣 可以先上来读一读 如果你日后要补教作文 然后教纸本的话 这个是我细办信箱位置 请把纸本作文教到这个地方 如果你日后要补教作文 然后你选择用电子档补教的话 我批改完之后 我会上传到这个资料夹 你们就可以点进来 然后自己下载回去看改的长什么样子 这个是登记期中考的地方 这个是登记出席率的地方 哦对 我还没有给你们看那个分数 分数怎么评 在这边 看得到吗 其中考20分 两篇作文每一篇30分 我只会针对定稿评分 你们的草稿我都不会评 然后出席率20分 所以加一下就100 所以相当平均 每一项都不能放弃 好 所以到时候其中考成绩会在这边登记 然后出席率成绩会在这边登记 你们目前看不到 我登记完才会开放 好 第一个单元生存情文章 这边是抄袭声明 抄袭是什么 抄袭怎么处理 你们有空自己看 总之有抄袭的话 我那一份 那一篇文章我就不处理 如果是抄稿 我就不批改 如果是定稿 你就拿零分 所以请不要抄袭 因为我们这学期会 会有引用数据 引用资料的 元素 所以抄袭的定义 就变成 如果你引用某一些资料 请你要告诉我 哪个部分是引用的 以及你是从哪边找到的 如果没有这两个的话 就算抄袭 好 这篇文章是负面教材 我们等一下会看 接下来 然后有头影片 等一下会看 接下来范立文第一篇 第二篇 下面你目前 这两个东西 你先看不到 这个是 就是两次 要交草稿的时候 如果你需要 补交电子档 我到时候会开启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上传 然后定稿在这边 上传 两篇文章的定稿时间 我都给你们非常充分的时间 是七月一号凌晨 所以如果 就是你们真的 这学期忙起来的话 你们还有 第十九周可以去修改 但是 就有这个倾向嘛 就是 作业实现 就是越久 然后学生就拖越久 但是拖那么晚 对你们也不好 你们毕竟你们以后 也会想放暑假 所以基本上 我是觉得你们 只要有时间 就可以就是修一修 改一改写好 就先上传 不要真的等到 这个七月一号 好 然后接下来 第二个单元 小论文 小论文 这边也有那个 什么抄袭声明 但是除了抄袭声明之外呢 因为我们要练习的 就是引用资料 所以 这边也有 引用资料的要求 你必须要引用 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下班学期 我再详细带给你们看 上课投影片 引用格式范例 第一篇文章 第二篇文章 补教一 补教二 订稿上传期间 最后有这个东东 叫做Bonus 因为我其实蛮想知道 你们就是上读文课的 感觉怎么样 所以 鼓励你们写两篇 修课心得 第一篇针对 第一个单元 第二篇针对第二个单元 教一篇会加一点分 教两篇会加更多分 但是如果 我发现你是乱写 或是抄袭的话 那当然就不会加 对 所以这个是选择性的啦 如果你 你自己觉得好像 可能不会过 你可以就是写写看 好 Model就长这个样子 有想问吗 没有要问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跳 跳进第一个单元咯 生论型文章 生论型文章 真正好的一篇 生论型文章 非常难得 大部分你看到所谓的 生论型文章 像什么社论啦 具如此类的 就是 逻辑不通 不知所云 生论型文章 它不是在 吵架 它是在架构 一种论述 我们之前写 解释型文章的时候 我跟你们讲说 读者 不知道 你要讲的 这个东西 他对这个不了解 但是他想 了解 他想要去 读你所写的 生论型文章的读者 对这个 对你所写的议题 是了解的 但是他跟你 持相反意见 所以生论型文章的目标 是要尽量去 说服你的读者 说你的想法错了 我的想法才是对的 那这个要怎么进行呢 我们一般去读一篇 这样的文章的时候 我们很习惯去 针对文章里面 每提出一个点 然后自己去想 这样合不合理 这样对不对 然后他提到下一个点 我们再去想 这样合理吗 这样对不对 但这样子 其实不是一篇 好的生论型文章 会让你做的事 因为好的生论型文章 是有一个完整架构 来针对一个议题的 一个立场的各个面向 而不是想到写什么 想到什么写什么 然后就是 拿什么情感诉求 或者是逻辑谬论 然后去尽量 去把你拉过来 换句话说 我们 深论型文章的概念 是要说服读者 没错 但是作为一种文章 类型 我们还是要求 要有它的格式 它的既定架构 所以如果你的文章 谁都说服不了 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练习的是文章形式 尤其就是写作传统里面 我们喜欢看到的是逻辑论述 但当然实际生活中 一般就是你跟人家辩论 大部分都是什么情感诉求 然后威胁利诱 之类的 这些我们尽量 不要太依赖 可以用 但是不要太依赖 我还是希望看到有逻辑 那个推论 好 所以这两个概念 就是一点一点的去一个一个题 versus就是完整架构 去审论一件事 差别在哪 我们用这篇负面教材 来让你们看 这个是一篇社论 这个是一九九一年 听说是淡江大学 某一个工程学系的学生 写给China Times China News 英文报纸的社论 听说啦 我去找人文找不到 这个也是 我自己修作文课的时候 我的作文老师用的负面教材 堪称经典负面教材 他写的主题 我相信你们应该都很有共鸣 Have Taiwan Students become exam machines? 台湾学生都变成考试机器了吗? 所以我们来看他这件事情怎么讲 In my view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 Taiwan is going from bad to worse on this OK 所以第一句话其实没有任何点 他只是讲一下而已 on this island kids enter kindergarten at the age of three or four 有吗? 我们三岁四岁就进幼稚园吗? and then receive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for six years OK 这个没问题 After this is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OK 也没问题 Then if you pass the joint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联考 记得是一九九一年 you'll have the chance to go on for further studies 所以第一段看起来没问题 它只是一个就是情况的陈述 It is plausible 很有可能 that the whole system is perfect but to me as a Taiwanese student it seems our education system goes against trends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跟世界趋势相反 根据它第一段的陈述 我们这样的教育制度 有跟世界趋势相反吗? 哪一个国家没有要你修什么小学 中学 高中 然后你还可以继续修大学 有兴趣的话 所以它讲说跟世界趋势相反 目前还没有看到哪里相反 Obviously 请不要写obviously 如果你写像obviously 或者是clearly 或者是of course 我就会想说 是吗? 真的吗? 然后我就会特别针对这个点 去多加思考 然后看你讲的到底对不对 所以你这等于是在就是 逃打你知道吗 你这边立个旗说我是对的 然后你如果后面讲的不清楚的话 就是倒下去的时候更明显 所以建议你不要写这种 用这种词 如果真的很清楚明确的话 你就可以很清楚明确的论述 你不用点出来很清楚明确 The entrance exam picks and chooses students separates them into lucky and unlucky groups 看嘛 这就一点都不明显啊 真的是用考试分出来的学生 真的是好运跟坏运吗? 这应该不是考试制度当初设计的目标吧 But is the examination the best way to separate students? I don't think so Those who fail the exam are viewed as good for nothing 所以落榜的人被视为一无是处 我不太确定1991年就是落榜几率怎么样的 也许现在有这个问题吧 现在不是什么大学入学率超过100吗? 对 所以如果你就是这个年头 你真的就是考大学落榜的话 大概就是你填志愿策略就是不是很好 但是应该也不会被视为一无是处吧 如果入学率超过100%的话 你落榜不是因为你能力差 是因为你填志愿的策略错 所以这个其实跟你个人能力没有太大关系 Some of them 他这边讲的是落榜的人 Some of them will find jobs And some will go astray 有些人会找到工作 有些人就会走偏锋 我不太清楚为什么这两个形成对立 难道你找不到工作 你就是一个社会败类吗? 好像也不太对吧 然后他接下来就说 This leads to other social problems 所以我们读到最后一句 我们期待他接下来会讲什么样的social problems In Taiwan OK 等等 先回去 This leads to other social problems 这个this是指什么? 因为他上面讲的是一个现象啊 有些人找到工作 有些人就是歪门左道 所以这个this到底指的是哪一个部分? 是前者是后者? 还是说有这样的分野这个现象? 这个文字不清楚 不太确定他要讲的是什么? In Taiwan Juvenal Delinquency 少年犯罪 is increasing every year 好 如果你写一篇文 在这门课你写这样的句子 我就会想要看到你的数据拿来 The education system must take part of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教育制度要负一部分责任 OK 听起来OK啊 没错 也是青少年嘛 青少年要上课啊 所以如果青少年犯罪的话 跟教育制度一定有某种关系 是没错 但是他这句话丢出来 然后就算了 他没有讲说就是关联在哪里 没有讲说负哪一部分的责任 或是应该如何负这个责任 他只是丢出来骂一声就走了 Although the examinees are supposed to be judged equally 咦 怎么绕回去又回到考试制度去了 我们刚刚不是已经讲到什么什么教育制度 然后什么找工作 然后什么什么外面走道嘛 怎么又回到考试制度了 考生应该是公平地被评断 But in fact Some examinees have special privileges 有特权 If they are Taiwan natives 他这边要讲的应该是 Indigenous Taiwanese 台湾原住民 Or have been through military training For example 所以他现在在报认的是 台湾原住民跟退伍荣民 考联考的时候会有特别待遇 他讲的应该是什么 加分制度是不是 好 所以确实 有些背景跟一般人不大一样的学生 会有加分的机会 可是他这边 就是这个制度形成 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 但是他坐着这边 并没有去探讨这个原因 合不合理 他直接说因为待遇不同 所以不好 这个很明显就是没有在论述 他只是用这个不公平的概念 然后想要引起读者的认同 因为不一样所以不好 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逻辑 没有误 有时候不一样是有原因的 他下面讲 We students are raised in the same education system and environment So this practice of granting privileges to a few is unfair to the average student 因为学生都是同样的教育制度跟环境出来的 这个前提就是问题之所在 如果他前提跟结论都对的话 那当然就是差别待遇就不公平 但是他前提是都是同一个教育制度 都是同一个教育环境 这个就不对 我们很明显知道有一些比较弱势的学生 他们背景可能不一样 或是他们所处的教育制度资源缺乏之类的 所以很明显就是逻辑问题 In our money-oriented society A person is judged by what he has 我们这个金钱导向社会里面的人 是根据他的所有物来被评断 请问这一句话跟上面讲的任何东西有关系吗 所以不大确定为什么他突然跳到这个来 所以如果你读这篇文章 你只是随便流量过去 你看到这句话可能会觉得 嗯 讲得很好 可是如果你真的就想整篇文章的架构跟论述 你会发现这句话根本就是 等于是写一篇新的文章一样 但是我们单纯看这一点的话 下一句 It's not a healthy society 好 如果社会真的是金钱导向的话 确实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 这个OK People chase higher degrees just for job security and higher salaries 人们读大学单纯是为了工作稳定跟高薪 然后呢 这有什么不好吗 啊不然我们干嘛读大学 然后他最后一句 What a pity that we have become the slaves of money 变成财富的奴隶 所以这一整段 你就是完全看不到 就是金钱扭曲社会形态的任何说明或证据 他只讲一个 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 然后就说这不好 没有说哪里不好 所以你发现他也是用一些关键字 一些情感诉求 希求读者的共鸣 但是非常讽刺的 他自己就有一个 inability to analyze Students are the backbone of the country 学生是国家的动量 好吧 也许是吧 我也不清楚 For this reason they must be aggressive 极机 intelligent enthusiastic and patriotic 爱国 OK 听起来都蛮好了 But under our system Students become exam machines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期待他讲解就是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如果这样的话 会导致什么负面作用 They are unable to analyze and solve new problems 好 所以如果真的变考试机器的话 他们不会 学生不会去分析并解决新的问题 OK 他中间没有说明这两件事情的 就是这个因如何导致那个果 但是我们直觉上觉得好像蛮合理的 可是我们还没有看到 学生如何变成考试机器啊 他没有特别强调考试形态 没有特别强调考试制度 如何影响教育制度 他就单纯把这两句话丢出来 然后就走人了 然后就换下一段了 With this in mind 就是重上所述 其实上面讲的就是 其实斗不起来 但是反正他想切换下一个点 I think we must leave more room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their minds and ideas not just force them to memorize formulas and answers to boring routine questions 嗯 这句话听起来OK 只是说 我看不出来这句话 跟之前写的实际观念在哪里 就我们读越多会发现 他整篇社论的写作 彻底好像就是 这边有一些负面现象 这边有一些正面希望可以达成的事 但是两个观念在哪不知道 负面现象如何导致的不知道 未来那个希望如何达成不知道 他只是把两个东西丢出来 然后希望读者就是靠自己的情感 然后跟着他排斥负面现象 然后跟着他朝向正面的这个理想 但是实际上怎么做呢 没有说明 哦 这一段真的超好笑的 You may have noticed that almost all students here wear eyeglasses OK 很多人在台湾戴眼镜 没错 The more they read the thicker their glasses 他们输K的越多眼镜越厚 眼镜度数越深 这个 好 这句话严格上来说 应该是个现象 所以如果你在这门课写 类似这样的句子的话 我就会想要看到那个研究在哪里 就是你凭什么讲这一句话 Have we forgotten the old proverb Health is better than wealth? 难道我们忘了古人的说法 这个健康比财产更重要吗? 好 但是他这边讲的是考试啊 看起来他想要建立的逻辑链是 考试为了上大学 然后上大学为了赚更多薪水 所以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 书读的越多 分数考的越高 然后 什么 就是你大学毕业薪水更高 可是也未必啊 而且他这个逻辑链 他自己没有阐述出来 所以他就是借由这个薄弱的逻辑推论 他讲 他等于是把学习跟财产绑在一起 应该说 教育制度跟考试跟财产绑在一起 然后对立面呢 就是健康 就是你真的去分析下来会觉得 就是整篇文章就是架构完全不合理 那个理论完全不合理 The burden of homework and exams puts our students in poor physical condition 功课太多 考试太多 学生 这个身体健康越差 Why Even the ROC Air Force has trouble finding pilots due to universal problems with poor eyesight 这干这什么事啦 Students are the purest class in society 学生是最纯洁的社会阶层 读过中学高中的人都知道这句话 是完全不对 They are the idealists and are enthusiastic about everything 写到这边就完全就是连逻辑都不用了 When they see something wrong they spare no effort in trying to correct it 听起来不错 好 然后他一样就是三句话丢出来 然后好像跟前文后文都无关 就是好学生很好 然后呢 然后他下面开始讲那个1990年野草莓运动 野草莓 野百合 我忘记是哪一个 台湾历史不好 来说明说学生是什么最纯洁 然后最对于社会不公不义 有想要改善的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他第十二段开始去讲说 好 他前面讲一堆问题 他纵然要开始讲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他居然是提倡森林教育 森林学校 然后说什么森林学校可以把我们带离大自然更近 然后就不用课本了 然后就可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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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你去森林然后你去海滩 然后他这边讲说什么 目前一直走一年的时候 台湾只有一间森林小学 然后他开始讲说 这间森林小学多好多好 又来又来你看你看 they learn from the wild animals and the azure seawater I think this is real education 我都快吐了 他从野动物跟蔚蓝的海水去学习 这才是真正的教育 我屁 可以学到什么 然后他接下来又开始讲 就是另外一个提案 那这个暑假去了一趟欧洲 然后在讲说 在欧洲人人都值得尊敬 然后都没有因为社会阶层而被鄙视 OK很好没错 这个非常好 Europeans don't look down upon the driver the waiter or the street cleaner This is good This value judgment is the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Taiwan and Europe 所以他是说台湾人会 会鄙视就是劳工阶级 但是他一样没有提供 就是相对的说明 他只是说这个是 欧洲台湾最大的差别 我想你真的要讲欧洲跟台湾之间 各种差别哪一个最大 我想应该不是这个吧 好然后接下来他讲说 当下制度可以如何改善 I think we should make it easier to get into college and then make university studies more difficult as it is now it's too difficult to get in but once in the educational standards are lax much like the situation in Japan 日本好可怜 躺着也中枪 We should remember that qual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quantity if we adhere to equal standards students will go to great lengths to study hard out of fear of being kicked out 好 这一段本身 内在论述好像蛮合理的 但因为他不只是写一段 他是写一篇文章 我们要来看说 这一段的提案能不能解决 他一开始提出的问题 他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是 大家辨识考试机系 然后就是为了更高薪水 大家蜂勇去读大学 如果入学考变得更容易 大家就不会那么K书吗 好像也不大对吧 如果你们有观察 我们这十年以来的教育制度改革 确实入学考试越来越简单 但是好像大家K书越来越用力K 就是因为那个 你师之好理 插之千里 你初心错一体 你就掉了三间学校 所以好像没有达到他要的效果 然后他又说 如果大学课程读出来更困难的话 大家就会更努力地读书 可是他不是要大家 不要那么努力读书吗 不是要我们去感受大自然吗 所以他到底在讲什么 The government must also set aside more of its budget for private schools 开始提倡就是私校 As a lover of knowledge I deeply feel that the facilities in private schools are worse than those in public ones Our government officers should understand this fact 所以他说他觉得私立学校资源比较缺乏 Maybe yes Maybe no 这一段跟整篇文章的关系是什么 好像没有关系嘛 他就突然想到一个就丢出来就写了 结论 OK 所以即使这一篇好的文章 通常结论都是屁话 但是这篇文章 Educ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a country OK We shouldn't ignore the problems in our system any longer OK At this juncture 在这个交叉点 We must reflect on this problem again 我们要必须再思这个问题 好像跟他前面讲那个话的大饼 好像那个饼突然缩小了 他说要改这个 然后森林学校 然后什么什么 他这边说我们要做的是 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I think with a good education system We can carve out a bright future 文章结束 所以你可以想想 如果是你自己 就是譬如说 网络上随便读到了一篇 类似这样的中文评论 中文社论 然后你就快速浏览过去 你可能会觉得说 他这些点讲的好像都蛮认同的 很合理 但是作为一篇文章 整体来看 这种深论方式是不及格的 仔细去检视 会发现他 像要是我的话 就是五分的话 我这篇文章会给两分 就是因为他真的就是 他个别点听起来不错 但是组织不起来 他好像同时在写三篇不同文章 OK 所以这篇文章 你们有想要提问吗 好 我们负面教材上完了 我们来看正面教材 写一篇深论型文章 它是文章形式 所以即使这篇文章 你写的文章的立场 你自己没有真的很相信 也是可以写出一篇好的深论型文章 重点是那个文章的形式 所以我们来看深论型文章 要有一篇好的结构 长什么样子呢 要至少有这四个部分 而且按照这个顺序写下来 不是四个段落 是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引言 也就是说 为什么读者要care这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是你自己 比如说很在乎 就是 比如说就是 某一种桥梁的结构 不如另外一种桥梁的结构 我们大家为什么要care 为什么要读这篇文章 所以引言的部分 作者的责任 是要把这个议题 跟读者的 所关心的事情做连结 可能是读者个人生活 可能是 某一个现象会影响到 读者的生活或是什么 可能是影响整体社会的问题 就是现在把这个问题的影响 点出来 第二个部分 而且这第二个部分 常常会跟第一部分 并在同一个段落里 你要把上面讲的现象 化约成一个问题 这个还是那个 要还是不要 是还是非 左还是右 黑还是白 然后你要点出 你这篇文章站在哪一边 这样子读者才清楚说 他接下来读了 到底你的方向是什么 你的立场是什么 这个写法 最常见的写法 就是提一个问句 然后自己回答你自己的问题 第三部分 就是深圳琴文章 大部分的那个段落 都是进行实质的论述 我等一下会详细讲解论述 该怎么论述会比较好 然后最后第四个部分 要有一个结论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结论 蛮弱的 但是他有一个优点 就是他做到了后半 looking toward a better world 真正好的结论 是不只是说 未来更美好 而是可以根据我上面讲的 如果照我这样讲的话 我们未来可以更美好 刚刚那篇文章没有前半 所以最常写的 最常的写法 第一就是 简单摘要点上面讲的论点 然后再去讲说 这些论点加起来 会造就什么样更美好的 社会啦 世界啦 或是读者个人人生 看你的文章在写的是什么样的范畴 好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就是 生论结构 好 我们刚刚看的是整篇文章的结构 要有哪些元素 其中最重要的是 你真正去论述的点 所以论述的时候 你要怎么进行呢 我们一般觉得说论述的时候 只要讲出理由就好了 但其实这样子不够完整 这样不够有说服力 最完整的写法 要有这四个部分 第一你要点出 你讲的是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主题句 或是就是一句摘要 这样子 First I want to talk about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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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First I think that this is 什么什么什么 你要一句话点出来 这样读者才清楚这一个段落 在讲的是什么 然后呢 接下来 二跟三放一起 然后四放一起 所以这两个分开来看 我自己觉得用这个顺序 写会比较清楚 但是有些人会先写四 再写二跟三 或是可能看 那个你要讲的点 本身长什么样子 选择最适当的顺序 但总之我是觉得 这个投影片上 这个顺序最好了 先讲这个面向 反对的人 他们怎么想 先从反面去论述 接下来点出 为什么他们的讲法不对 或是不合理 这个我等一下会详细说明 这个如何做 最后再提出你自己的想法 并且去解释 为什么你的想法比较合理 我们刚刚看负面教材的时候 我就是这样做嘛 我先读出他写的东西 我再点出他的问题在哪 我再跟你讲说 比较好的写法的话 会写什么样的东西 或是 会需要加入什么样的连结 或是逻辑之类的 这个顺序 有两个主要优点 一就是 因为深圳型文章 预设的读者 是跟你持相反意见 所以如果你先 把他的想法拆解掉 他比较能够去吸收你的想法 第二个优点是 通常我们读一篇文章 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开头跟结尾 所以如果把自己的想法 放在结尾 比较有力 有力量 有力道 好 那第三点反驳 要如何解释说 人家的想法是不对的呢 有这四个策略 看实际情况 你自己选一个来使用 第一就是 人家讲的就错 就是错 就像那个普丁入侵乌克兰前一天的演讲稿里面 所有的历史点全部都是错的 与事实不符 可是如果人家的想法与事实相符 那怎么办 你可以试试看用第二个策略 好 你讲的没错 但是跟我们现在讨讨论这个议题无关 或是关联不大 那如果人家讲的点子又是对的 然后又相关 就是跟这个议题有关联 怎么办呢 你可以用第三个策略 好 讲的是对的 然后确实有关联 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们要考虑更重要的另外一个面向 是什么 或应该说就是它本身 对方讲的这个点 不重要 它只是鸡毛蒜皮表面的部分 好 那万一你要反驳的点 又是正确的 又有关联 然后又有一定的重要性 那怎么办呢 我空中画图你们尽量跟上 就是如果它 我们讨论这个范围里面 它讲到的点 确实有涵盖大部分面积 那你就必须要把整个讨论范围再扩大 然后把这扩大的面积 就是占为己有 把它的占据的面积比例缩小 所以你要讲出 好 你讲的这些 这个确实蛮重要的 但是我们放大来看 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去思考 相较之下 你提的这个点 看起来就是没有那么重要 好 所以 我来举个例子 我们应该深论什么样的议题呢 养猫还是养狗 好 你们要我讲养 养猫还是养狗 我都养过我都可以讲 我们来投票好了 就是想要听养猫的举手 想要听养狗的举手 好 所以我的反方就是讲说 为什么不应该养狗 好 所以 人家如果第一个说 因为狗很脏 我就说 那是你不会情节 狗明明就可以很干净的养 这就是第一个嘛 他的讯息本身是错的 如果人家说 狗要定期给他吃狗食 然后搭配一些就是营养配方 吃一些什么新式虫药相关的 OK 讲的没错 但是无关 因为你养猫也一样 你也要喂猫 你也要给猫抗寄生虫 都一样 如果人家说 养狗 养狗就是它 每天早晚都要找你出去 跑一跑跳 活动力很大 然后就是主人就要 时常去遛狗 然后就很烦 万一我不想去的话 我还是要去 好 讲的正确相关 而且还相当重要 因为毕竟如果你不是一个喜欢跑跳的人 就是天天早中晚去遛狗 确实就是久了会烦 这个时候第四点 我就要提出更大的格局 我就要跟你说 这样讲没错 但你仔细想一想 现代人的生活 大部分都是 坐着看书 坐着上课 坐着看电影 坐着打电动 我们什么时候 这个 在一般生活中 有机会跑来跑去呢 而且大部分人 其实你去调查 他们也不是很喜欢去运动 这个造成什么 各种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然后什么有的没的 所以养狗 确实很烦 你早中晚要溜 可是长久下来 会增进你的身体健康 让你活得更久 真的很讨厌狗的话 反正它比你早死 但是它死之后 你得到的生命 健康的年龄增长 那个影响还在 所以你要考虑大格局 到底是你当天很烦 比较重要呢 还是你可以活得更久 哪一个比较重要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 你看我讲那个养猫也可以 但就是反过来 然后你要自己去想说 如何去回应 所以从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因为我这个 是当下随便举的 所以就是反对意见 不是很强 有一些是为了举例而举例 所以你也看得出来 就是一篇好的生命型文章 它刻画的对手越强 自己的文章说服力也就越高 就是 说到底 就是你写一篇生命型文章 这个部分就是 就是在立个稻草人 那这个问题就变成说 你的稻草人 有多么写实 多么长得像一个真的人 就是他越可信 你把他扳倒的时候 你的论论也就越可信 所以这个其实是写生命型文章 最困难的点 就是去想象 另外一边的人想法 到底长什么样子 实际有说服力 然后真的有人相信的想法 长什么样子 以及如何去回应 这个是一篇好的生命型文章 这个最难写的部分 就在这里 毕竟就是你自己的想法 就是 的优点 我想大部分人都讲得出来 可是你要想象一个对手 并且去想象 他们觉得什么是优点 然后把这个优点 变成缺点 这个就是真正的功夫所在 好 生命型文章的理论结构 有想问的吗 没有的话 那我们来看课本给的例子 你们有带课本吗 为什么这个还在这边 我不是取消文字记住吗 听子同学 OK好 我们来看课本吧 有带课本的举手 有带课本的举手 三个人 好 好 那我们就这样好了 你 leave me no choice I'm going to have to use English 哦 我选越语了 难怪 他 他国语只有简体哦 他国语只有简体哦 还蛮准的 但是是简体 OK I'm going to use English You will the transcript show up Why is it Oh I know why hang on because there's only one person in the meeting that's why 會不會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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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hello,hello, 为何没有字幕? 好吧,如果没有字幕的话。 我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 I know why. It's this one. Yes. Okay. So this means that I can read the article and you can kind of read along with me. Okay. So if you do have your textbook, please turn to page 147. This essay is called A Scientist. I am the enemy. So you can kind of imagine that this is probably an essay written by a scientist to convince you of why science is good or some part of science is good. And so the reader, the assumed reader, is someone who would think that a scientist is the enemy. So let's look at how he begins. I am the enemy. I am the enemy, one of those hated cold hearted physician scientists involved in animal research. A ha. So he's not talking about science. A ha. He's talking about animal research. That makes this essay much easier to understand. So from this second sentence, we can tell that this essay will be a defense of animal research. Dong wu shi yin. How strange, for I have never thought of myself as an evil person. Okay. So the first point he engages is the idea that, as he says, animal researchers are cold hearted. Or in other words, evil. Evil is a state of mind. It's a psychology. So he says, I never thought of myself as an evil person. I became a pediatrician, Sharaka, because of my love for children and my desire to keep them healthy. Okay. So this is a good response to the idea that animal researchers are evil. Because if you love children and want to keep them healthy, according to this logic, you're not evil. I mean, that doesn't really make sense, but because the idea of evil itself doesn't make sense. So like, okay, whatever. During medical school and residency. Residency is 主人医師. However, I saw many children die of leukemia,應該是白血症嗎? I can't remember. Prematurity, 早餐. And traumatic injury, 重傷. Circumstances against which medicine has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but still has far to go. More important, I also saw children alive and healthy, thanks to advances in medical science, such as infant respirators, Ying而呼吸器, strong antibiotics,抗症素, new surgical techniques, 手術方法, and the entire field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s, 器官一致。 My desire to tip the scales in favor of healthy, happy children drew me to medical research. So this first paragraph, he is connecting the issue to the reader's lives. If you care about the health of children, if you care about medical progress, he is saying that this issue is relevant to you. Paragraph 2. My accusers claim, ha, so he is beginning with the opposite side. My accusers claim, 子責我的人認為, That I torture animals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advancing my career. My experiments supposedly, they think, have no relevance to medicine and are easily replaced by computer simulation, 電腦模擬。 Meanwhile, an apathetic public, 無感的大眾, Barely watches, convinced that the issue has no significance, and publicity-conscious politicians increasingly give way to the demands of the activists. So, I should note that this is not a very strict structure for the argument essay. In the middle of this paragraph, so the first half says that these are what my opponents think. But in fact, the way that his opponents are wrong has already been explained in the previous paragraph. So, for example, here when he says that the first sentence, my accusers claim that I torture animals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advancing my career. The first paragraph already said he became a pediatrician to help cure children. So, it's not just for his own career. The next point, my experiments have no relevance to medicine and are easily replaced. But in the first paragraph, he noted that he went into medicine in order to help medical progress. So, if he's doing these experiments, then they must be related to progress. There's no other reason that he would want to experiment on animals. Now, the second paragraph then goes on to mention a new point. Meanwhile, an apathetic public barely watches. So, the meanwhile, this means while opponents are accusing him of torturing animals for no reason. While this is happening, nobody cares. The public doesn't care. Politicians don't care enough. They just want to be reelected. And so, we understand that 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he is writing this essay. Because he wants people to understand that his opponents are not correct. Paragraph three. We in medical research have also been unacceptably apathetic. So, now he's talking about his colleagues. We have allowed the most extreme animal rights protestors to seize the initiative. Cai qi zhudong. And frame the issue as one of animal fraud. Animal fraud. Dong wu zha pian. What does that mean? So, here he's laying out the deeper part of the problem. Which is when these medical researchers, animal researchers, don't fight against their opponents. Their opponents control the issue, right? They seize the initiative. And they frame the issue. They give the issue a specific interpretation. We have been complacent in our belief that a knowledgeable public would sense the importance of animal research to the public health. Complacent means 安益. 我们安益于这样的信念. That a public who understands would care. Or a public that the public would have enough information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animal research. So, when he says that we have been complacent in this belief, that means it has not happened. The public does not understand. Perhaps we have been mistaken in not responding to the emotional tone of the argument created by those sad posters of animals by waving equally sad posters of children dying of leukemia or cystic fibrosis. Cystic fibrosis I think is 肥纤维化, something like that. So, this last point, he starts to move into possible solutions. He's saying that we medical researchers should do more to join the argument and let the public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animal research. And his kind of ironic proposal, he's aiming at the idea that opponents of animal research will often like put up posters of like cute animals, right? Cute mice and like cute guinea pigs and say like, you know, researchers are torturing these animals for no reason. So, he's saying maybe we doctors should put up posters of cute children and saying that, you know, we're letting these children die for no reason. So, it's kind of ironic, but the idea is maybe we doctors should say more. Next paragraph. Much is made of the pain caused to these animals in the name of medical science. Okay, so this is his next point. The idea that experimenting on animals causes them pain, which is true. So, how will he respond to this point? So, notice this is his third point. His first point was that animal researchers are not all evil and they do help contribute to the progress of medicine. His second point is that doctors should, that protesters are not right. but they are just loud. The public is persuaded by them because they are the only people talking about this issue. So, doctors should also start talking about this issue. The third point now is about animal pain. The animal rights activists contend that this is evidence of our cruel and brutal nature. So, like, causing animals pain on purpose means that doctors are all cruel. A more reasonable argument, so now he's moving from the other side to his own side. A more reasonable argument, however, can be advanced in our defense. Life is often cruel, both to animals and human beings. So, his defense is, you're right, the animals are in pain and suffering. And you're right, it is related to this debate. And you're right, it is important to this debate. But we have to look at the bigger picture. Your goal cannot just be to prevent suffering. Why?Because life is often cruel, both to animals and human beings. From this sentence, we can already predict what his response will be, which is, everybody suffers, so the point is not to stop suffering. The point is to make suffering worthwhile, to give it meaning, to make it important. Let's see how he says this. So, life is often cruel, and then he gives examples. Teenagers get thrown from the back of a pickup truck and suffer severe head injuries. Toddlers, your, barely able to walk, find themselves at the bottom of a swimming pool, while a parent checks the mail, or today would be checks their phone. Physicians, hoping to alleviate the pain and suffering that these tragedies cause, have but three choices. Create an animal model of the injury or disease, and use that model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and test new therapies. So, in other words, animal experiments is the first option. Experiment on human beings, some experiments will succeed, most will fail. Or finally, leave medical knowledge unchanged, hoping that accidental discoveries will lead us to the advances. So, he's saying, in order to prevent this suffering, there are only three ways. You can not do anything and hope things will improve, which is stupid. You can experiment on human beings, but he says, some will succeed. Some experiments will succeed, but some will fail. Or we could experiment on animals. So, the comparison then becomes, should we experiment on animals or on humans? Next paragraph. Some animal rights activists would suggest a fourth choice, claiming that computer models can simulate animal experiments, Thus making the actual experiments unnecessary. Okay. So, now his opponent is saying, you can just use a computer simulation. You don't have to actually use real animals. Let's see how he responds. Computers can simulate reasonably well the effects of well understood principles on complex systems, a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s of physics to airplane and automobile design. However. Okay. So, first he's saying, yes, you're right, computer simulations do sometimes work. However. When the principles themselves are in question, as is the case with the complex biological systems under study, computer modeling alone is of little value. So, the response strategy he has chosen is to say, you are right, computer simulations do sometimes work. But it's not relevant. Wu guan. It's irrelevant to this issue because biology is one of those things that a computer simulation cannot do very well. So, when we're talking about medicine and biology, computer models will not work very well. Next paragraph. One of the terrifying effects of the effort. Okay. So, hang on. So, he says, okay, so we don't have another option called computer simulation. So, again, we only have two choices, human experiment or animal experiment. And he doesn't argue for animals. He seems to leave it for the reader to conclude that it would be better to experiment on animals because experiments might fail rather than experiment on humans. If the idea is to save human lives, then to risk human lives in the experiments does not seem to help achieve that goal. But he does not give us this argument. If you're writing this essay, I would hope that you would give this last argument comparison between experimenting on animals and experimenting on humans. Okay.So, the new paragraph. One of the terrifying effects of the effort to restrict the use of animals in medical research is that its impact will not be felt for many years and decades. Okay.So, now, he's not just defending the use of animal research. He is now attacking the other side's idea to stop animal research. So, in the essay up to this point, he has been saying what we do will have good results. And if you stop us, you won't have the good results. But now, he's starting to say what if you stop us, you will also have bad results. So, it's not just you don't have the good results, you will also create bad results. And he says that one of these bad results is that the impact will be long term. Why? Because drugs or, you know, medicine that might have been discovered will not be discovered. Surgical techniques that might have been developed will not be developed. And fundamental biological processes that might have been understood will remain mysteries. Right.So, he's saying that all of the good things we could have had would not happen. But why is this bad? There is the danger that self-serving political solutions will be found to satisfy a vocal minority, while the consequences of those decisions will not be apparent until long after the decisions are made and the decision making is forgotten. So, he's saying that if you stop animal research because of short term interests, In other words, because politicians need supporters to vote for them. You are sacrificing the longer term benefits of medical progress. And he's characterizing the lack of medical progress as a bad result. This is interesting. He's changing the framework. Nego kuang jia. So, the original framework is with animal research, we can have all of these benefits. So, if you don't do animal research, you don't have the benefits. You're back to zero. But now he's changed the standard. He's saying in our world today, we have animal research. So, we would have these benefits. These are benefits we would already have in the future. But if you take away animal research, we would lose these benefits. So, now he's saying that this medical progress is zero. And if you take away animal research, we would go below zero. He's changing the standard. Next paragraph. Fortunately, most of us enjoy good health. And the tragedy of watching one's child die has become a rare experience. Okay. This is actually also something that the other side might say. The other side might say, you know, medicine is already so good. The death rate is already so low. We don't need more progress. But he can't say that because it sounds terrible. Nobody would actually say we don't need more progress. He uses the more likely formulation, which is, we do enjoy good health, And it's rare that a child will die compared to the past, which is true. Yet, our good fortune should not make us unappreciative of the health we enjoy or the advances that make it possible. So, yes, we have better health today. But we have to remember why we have better health today. For example. Or I said, for example, he's giving an example. Vaccines,疫苗. Antibiotics,抗生素. Insulin,胃道素. And drugs to treat heart disease, hypertension,高血压. And stroke,中风. Are all based on animal research. So, how did we get such good medical progress? Because of animal research. Most complex surgical procedures, such as coronary artery bypass. I don't know the Chinese, sorry. And organ transplantation, are initially developed in animals. Presently undergoing animal studies. So, the progress that we can hope for in the near future, because of animal research. Are includes techniques to insert genes in humans. In order to replace the defective ones found to be the cause of so much disease. So, he's talking about gene implants. Gene zi ru. Gene zi huan, I guess. These studies will effectively end if animal research is severely restricted. So, if my opponents win and we stop animal research, we would have had none of this progress. We will have no more progress, none of this progress in the future. Next paragraph. In America today, death has become an event isolated from our daily existence. Okay, this is before the pandemic. Out of the sight and thoughts of most of us. As a doctor who has...okay, so this is also something that he is addressing to his opponent. But this is kind of special. He is not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that his opponents might think. Something that they might argue. He is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that they might believe unconsciously. Which is, most people before the pandemic did not think about death every day. Right. Death has become an event isolated from our daily existence. Out of the sight and thoughts of most of us. But just because you don't think about it, does not mean you shouldn't think about it. It is still important. So, he continues. As a doctor who has watched many children die and their parents grieve, Ai Dao. I am particularly angered by people capable of so much compassion for a dog or a cat, But with seemingly so little compassion for a dying human being. These people seem so insulated from the reality of human life and death and what it means. So, he is saying like in pre-pandemic America, So many people seem to care more about their pets than about children that do not belong to them. Like other people's children. And he says that this is not the proper way to look at human life and death. Final paragraph. Make no mistake. However, I am not advocating the needlessly cruel treatment of animals. So, this is nice of him. He is conceding a little bit. He is like you do a little bit. He is agreeing that his opponents do make some kind of sense a little bit. You don't have to do this if you don't want to. So, I am not advocating the needlessly cruel treatment of animals. To the extent that the animal rights movement has made us more aware of the needs of these animals and made us search harder for suitable alternatives. They have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So, he is agreeing. He is pointing out the one thing he thinks his opponents do well, which is they make us think harder about possible alternatives. If we can prevent animal suffering, we should try our best to prevent it. But you will notice that this one point does not hurt any of the points that he himself made. As long as animal research can give us these benefits, As long as there is no other choice, then we should still continue. So, this conclusion looks nice. But really, he is not actually giving away anything important. But, right, but, if the more radical members of this movement are successful in limiting further research, their efforts will bring about a tragedy that will cost many lives. The real question is whether an apathetic majority, 能感的多数人, can be aroused to protect its future against a vocal but misdirected minority. So, the last question opens the door, sorry, the last sentence opens the door to a better future. The real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majority will wake up to the fact that the minority is wrong. Like, whether most people will realize that animal research truly is necessary. So, the idea in this sentence is if more people can become aware of the necessity of animal research, then perhaps we can continue this research without being shut down due to political reasons. It leads to a better future. Okay. So, this essay, it does not follow the very strict pattern of the argument essay that I was introducing. But mostly, it only deviates from that pattern. It only changes that pattern because of uses of tone, u qi, and like more emotional reasons. If you rewrote this essay in purely logical order, it would look like the structure I had presented to you earlier. Okay. Do you have questions? If you did not bring your textbook today, I encourage you to go home and listen to this part of the lecture while reading the essay. 文章講完,我可以換中文了。 Okay. So, 我們還有點時間,我們往下看一點。 有第二篇文章,但是第二篇文章它比較像是一個聲論型段落。 因為它整篇短文它其實只針對一個點。 所以那個部分你有興趣,你回去可以自己去讀。 然後看你能不能分析出這個短篇文章的論述架構長什麼樣子。 看能不能幫它寫一個大綱。 課本其實有提到有兩種聲論型文章的結構。 如果我找得到的話。 嘿。 我們課堂上講的結構是它課本呈現的第二種結構。 就是一點一點的論述。 課本講的第一種結構是,我其實看不太出來它講的這個結構是如何可以一般化, 當作一種寫作的模式。 因為它基本上就是拿我們剛剛讀的那篇文章,然後幫它寫的一個大綱。 然後就說你可以這樣子寫,但是我實際不知道它的原則是什麼。 所以我們還是按照剛剛簡報檔上面寫的那個結構去寫會比較清楚。 好,我們課本有一些文法練習。 如果你們有興趣去練習的話,之後可以拿來跟我對答案。 深圳琴文章基本的介紹到這邊。 你們有想提問嗎? 好,我們這門課的作文都是不限主題,不限長度。 你只要覺得你選的主題,你有講的完整就可以。 那當然就是另一面,我是不大希望你們寫就是30頁啦,就是我改起來也蠻累的。 所以今天回去有這個基本概念就可以想說你可能會想要論述什麼樣的東西。 記得你不一定要100%同意,但是你寫文章的時候你一定要100%就是站在一邊。 我們上學期有練習比較型文章,這邊怎麼樣,那邊怎麼樣,最後讓讀者自己決定。 深圳琴文章不能這樣子,深圳琴文章你一定要選一邊站。 最好的深圳琴文章是你提到對方的每一個點你都回應,每一個點都回應。 所以如果你發現你提到一個點你不會回應呢,就不要提。 或是在寫草稿的時候你可以之後同才互評的時候跟同學討論,或是之後跟我去談的時候也可以跟我討論。 但是我們訂稿上面就不要留下就是對方的論點,每一點都要回應。 OK,今天到這邊,要簽到的可以來這邊簽到。 還沒有領取上學期期末考卷的可以來這邊領取。 謝謝。